发球是羽毛球运动中最基础最重要的一项技术 在比赛中可以通过不同的发球手法来控制对方 为本方创造进攻得分的机会 大家好 今天我们在这里 对羽毛球这一体育运动项目呢 根据我本能从事多年的理解 做一个既前面又简单的教学介绍 那么现在大家都知道 羽毛球运动风移全国 为什么羽毛球项目这么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呢 他首先是一个技巧性的运动 他有技能方面的要求 又有技术方面的要求 同时还有体能方面的要求 另外他的战术意识要非常强 因为他的战术球路的变化 很多 他可以根据不同的人 不同的类型 不同的打法 不同的身体 包括不同的心理 等等的变化 他会演变出很多不一样的球路 变化莫测 那么这一集 我们进行的是正手发高远球的教学 现在我们用的是右手运动员 在右半场期 也就是说双号期 进行正手发高远球的演示 出现者来说 站位 左脚对往以90度的位置 右脚对边线成90度 相似于一个丁字形的站法 前脚尖以前发球线 限制线的距离 约70公分 以中线的距离 约20公分 身体重心准备姿势时 在右脚 挤拍 自然挤拍 在发球过程中 在身体重心移动 下面我们让运动员 做一个演示 好 张柜 发球 好的 做完成不错 再来 很好 在发球动作中 注意动作的完整 幅度的舒畅 我们让一位左左运动员 进行一下正手发高远球的演示 好的 好的 那么发球的演示 我们已经看过了 我提示 大家注意 挥拍 准备挥拍过程中 握拍手 不要太紧 应该处于放松 包括 挤球 引拍的过程 都是放松自然 只是在最后 挤球那一上了 抓紧拍 拍定 发力 在这个项目的练习中 有两个要点 要提示大家 一 站位 定好后 不能做随意的移动 规则规定 只能 前后跟的移动 不能有脱带 第二 发球 是放松到击球 抓紧 再放松 一定要注意身体的 带着拍面的转动 很多朋友是 发完 身体 站在着 所以发力不充分 同时 球也没办法控制落点 在大家练习的过程中 熟练的基础上 可以发出 正手 发直线高眼球 以及正手发 低脚高眼球 两种的变化 好的 有关正手 发高眼球 这一天